好 再来看到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呢 确减跟死亡人数一直的往上的攀升当中 目前各国都积极投入特效药跟疫苗的研发 但具体的治疗对策还没有明朗 目前呢这个中国传染病学的专家 钟南山就宣布说将清养设备用在 新冠肺炎的第一线辅助治疗上 国际的免疫专家指出了 这清气的应用在新冠肺炎治疗上 除了可以减轻病患呼吸困难的症状 还具有关键的抗发炎作用 台湾掌握了国际关键清养设备技术的业者呢 为防疫来尽一份心力 宣布免费提供设备给第一线的抗疫健保来使用 一同携手打赢这场病毒战战